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一种朝气蓬勃之感 二 同时这些长势非常好的绿植还能美化家居 给我们的家人带来很多正面的影响 三 如果你家有经常种植富贵竹的话 那么如果有一天这些富贵竹突然开花 那么这也是代表好运来临 因为花开富贵 所以如果家里的富贵竹突然开花 那可是财运和福气到来的好兆头 家中会有喜事发生 比如孩子的学业有成或者生殖加薪等等 二 适合栽种室内的职务 一 客厅 客厅是家庭中最为重要的房间 其在家居风水之中 它的好坏将其影响着居住者的事业或者财运 所以在选择家居风水植物中 可选择一些吉利之物 客厅易选用的品种有富贵竹 红韵当头 蓬莱松 七叶莲 发财树 金芹树 招财树 君子兰 兰花 仙克莱 菊等 这些花会蕴含吉祥如意 聚财发福之意 在传统风水中 客厅的植物摆放有助于提升事业 并增加财运 其中以圆月观赏性植物 如发财树 观音莲等为首选 如若摆放在客厅的正东或者东南方 住院功效会更加显著 如果发现客厅植物遭受病虫害时 一定要及时处理 否则会有口是生非 二 卧室 卧室是提供休息睡眠的地方 在家居风水里 其好坏将其影响着全家人的新生健康 所以对于家居风水植物的选择 也是重点之重 如仙人掌 球 吊栏 玫瑰 百合 冯提莲 玉金香等都具有宁静温和制效果的家居风水植物 易入睡而且休息很好 如君子兰 黄金葛 文竹 利朵等植物 都有利于放松神经 并能增进夫妻感情 三 厨房 最佳植物推荐 吊栏 秋海棠 凤鲜花等 无论空间面积大小 厨房都应该摆放一盆植物 良好的视觉暗示会决定我们的食物质量与健康 也决定了全家人的运势情况 对于面积较小的空间 可选择吊栏 它具有吸附有害气体和厨房湿气的作用 其他适合摆放的植物 还有秋海棠 凤鲜花 绿螺 天竹葵等 要经常注意把它们摆放在有阳光的地方 通风 然后再摆回原处 这样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代谢 四 餐厅 在家居风水之中 家庭之中餐厅主权家人健康之外 同时还要整洁统一 其家居风水植物可以选择黄玫瑰 抗奶芯等等 其颜色以橘黄色为主 可以增加食欲 促进身体健康 五 卫生间 卫生间的湿气 温差 气味都大 摆放适合的盆栽不仅有利于植物生长 对家人的身体运势也有利 卫生间的植物首推具有吸纳污气作用的倦类植物 如垂绒 绿螺等 六 阳台 最佳植物推荐 阳台是家宅较空旷通风好 日光也充足的地方 适合摆放各种花卉植物 但要有风水功能的植物为首选 现人掌 龙骨 万年青 金田树等 植物摆放的风水作用大致可分为声望与化煞两大类 七 玄关 最佳植物推荐 铁树 发财树 棕榈科植物等 玄关摆放植物基本有两个风水作用 一 增加住宅声望之气 二 挡风化煞 所以因摆放赏业的长绿植物 三 玄关式入宅的第一印象 所以挑选植物时 最好选择那些能够保持长绿和生长旺盛的植物 因为它的好坏会直接影响 宅人对来宾的身心感受与运势提升 如果是花煞之用 就要适当摆放大型兼叶植物 并设置摄灯做光源 确保植物顺利生长 否则挡煞作用会收起影响 不利于宅人的运势发展 三 有些植物不可养 我们知道植物品种有成千上万 有些植物适合在室内栽种 也有利于风水作用 有些植物的是本身就有毒 在家居挑选时 最好要避开这些植物 比如夹猪桃 曼陀勒等 一 带刺的植物 在风水学上 带刺的植物会带来不好的现象 住家不和 人口不安 所以除非特别的原因 一般不在居室内摆放带刺的植物 二 植物太过高大 家居中的植物高度要适可而止 并不是越高大财运越旺 太过高大的植物 以影响室内空气的流通 二 宣兵夺主 不利于主人的财运 三 植物高大 容易造成居室内阴气过重 对住宅不好 在选择植物时 一定要选择和自己的居住空间 相匹配的植物 三 花木过多 不管做啥事都要有格度 要适可而止 有些人因为本身爱花草 或者喜欢此类格调 会在室内摆放很多的绿植 乍看之下都是郁郁葱葱 满屋子绿色 但是这会让室内阴盛阳酸 遮挡阳光从而运势降低 所以要节制 除非是阳光房可以用很多的绿植除外 四 残花败叶 有些人不会养花 常常出现植物枯黄病色的现象 植物和动物一样也是有生命的 这就像居住内养一个体弱多病 半死不活的动物 能够为家里带来啥财运呢 这样养的话还不如不养 所以我们在选择家具植物时 尽量选择方便养的绿植 及时摘除病残液 留意植株的身体健康 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五 以甲带针 有些人为了省事 会用甲花甲草来代替针的绿植 这在风水上也是不利的 甲爪为空 要养针的绿植 才能带来旺的气场哦 四 家居风水 植物摆设大揭秘 植物摆放方位揭秘如下 一 东方位 东方位临近太阳 一般的植物都会长得比较高大 因此 切记这个方位的植物 不要过于高大 以免遮住阳光 适合种植的植物有 阴 梅 桃 柳 不过柳树不要种在门前 以免影响夫妻感情 竹子 凶的植物有梨树 二 西方位 西方在八卦中代表少女 本来是一箭水或者是鹿 种上地爱的小草木也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种植高大的植物 就会完全颠倒 导致家中女人做事混乱 甚至发生灾难 这个方位 极力的树木有 鱼 松白 竹子等 三 南方位 这个方位的树也不能多了 以免影响采光 这个方位如果种植树木过多 会导致运气下降 隐私外泄 前途受阻 难以向前发展 极数有 松 梅 梧桐 竹子等 忌讳开白花的树木 四 北方位 北方位和西北方位一样 可以挡风 赤核种植植物 极树有漂亮长绿的树 如松白 槐 竹子 胸树有开红花的树 五 东南方位 东南方位的植物 不能种得太多 一株最合适 极树有梅 枣 竹子 极树有柳 南 芭蕉 苏铁等等 六 西南方位 西南方位不能有大树 西南为昆土 不喜欢镇木克制 在家区风水植物摆设中 极树有梅 枣 桂 桂 竹子 低矮的棕白也可以 胸树有南树 七 西北方位 西北方位会挂来西北风 所以这个方位种植树木 能够抵挡西北风 种上树木会极力 家区风水植物摆设当中 植物种植的时候 尽量选择漂亮长青的树木 因为西北在八卦中 代表尊贵与父亲的位置 所以这个方位种植形状不良的树木 会导致事业或者是父亲的运气不佳 八 东北方位 东北方位在古代风水中称为鬼门 所以在家区风水植物摆设要求 不能种植大树 极树有竹子 柳 胸树有成 现代的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植物适当摆放 对运势 事业 健康等等都有帮助 大家可以根据以上的内容合理运用 结语 在家居风水中的植物风水 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花木不能乱栽 尤其是在室内 种植植物有很多讲究 因此种植植物应根据不同的方位 不同种类来进行选择 增强家人运食和财运 也有利于健康 根据以上文章 千万要慎重栽种植物 切勿蒙从栽种 以上小编所搜集的家居风水植物 供大家作为参考资料 希望对此有一定的作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